美國主要是因為CPI跟PPI都下降 所以就造成大家對升息預期的降低 就說既然通貨已經降低了 那大概不會再升息了吧 所以這個是資金行情 所以只是喘口氣 就是資金行情 所以對股市有利 對基本面沒有太大 沒有 因為美國的 所有的人預測每年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 基本上本來是1啦 那現在大概最多也只有到1.4左右 所以AI題材 納斯達克暴漲 那個只是其中 部分的科技股 部分科技股 比如說昨天我就看到 我們的所有的那個 有做伺服器的 個股一開始都漲停 結果收盤的時候只剩下5% 一開始都漲10% 可是昨天的這個股市台股之後 郭台銘已經不是首富了 現在是0百里了 可是我的意思說就漲高了嘛 大家就開始拋了嘛 就是這種東西啊 股市絕對不代表經濟啦 你還要看很多指標啦 比如說 廣義的 所有企業的融資的程度 然後 這個 就業的程度嘛 然後訂單的 展望 比如說是 一季還是兩季 那至少 訂單的展望跟 企業的融資都很差啦 那這兩個就 至少它會連動到基本面嘛 那 美國現在就業是還不錯 可是 這個就業也很難解釋啦 因為也有人說是因為 這個 比如說你不讓那個 中南美洲的人進來啊 所以有一些工作就變得 本來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被 外來的人搶掉了嘛 那現在外來的人不准進來嘛 所以你就容易找到工作 有護欄 護住了 就是對 這個是對移民的 比較 嚴重 比較高的 管制啦 所以導致 你的外勞減少 有很多原因啦 那 另外就是 就是有一些行業現在 可是他聘的可能大部分都是 就是我們說中低所得的工作 你要看那個工作的 品質啦 可不好都是服務業 然後都是 比較簡單低薪的 那那個也是就業啊 那總的講 貧富懸殊是在拉大 所以你說這個 是不是等於經濟好 這個還很難說啦 因為 我們也沒有看到 說電子應用產品 這個訂單在迅速增加嘛 我們只是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亞洲的出貨 它的降幅 比以前要少 少一點 可是你要知道還在降 還是降 就是到美洲的 貨櫃運量 減少13% 但是已經少了 對可是還是降 還是降怎麼基本面會好呢 那有改善啊 因為之前降的更多嘛 我知道啦可是 連續三個月都是降嘛 那你怎麼會從 股市的反應就立刻連結到 經濟 經濟就變好呢 因為 那個股市會漲 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為錢還沒有地方去啊 還沒找到地方安放 不然他可以去投資房地產啊 投資企業啊 為什麼他不去 他投資股市有可能就是 見高就跑啊 暫時的停留在那裡 對啊因為他就是賭你不會生息嘛 因為通膨都已經降到這裡了 他賭你不會生息嘛 可是他集中買的還是納斯達克啊 比如說昨天美國股市 主要漲的就是納斯達克嘛 是另外兩個並沒有怎麼漲啊 道瓊跟SPE並沒有怎麼漲啊 所以並不代表經濟狀況很好 就是從這個訂單 從需求來看沒有這個正向的這個成長 那不過 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啊 那最近被討論的就是包括了你的這個 通膨 包括了你的這個PPI 然後你的出口 中國大陸最大的是6月的 通膨是零了 這個太罕見了 那這個非常嚴重 因為這個 人家就會預期說就是 好像大家都不願意購買 消費 然後投資大概也是 就是基本上那個 通常一個溫和的經濟啦 你總會希望通脹在2%左右 這個有利於 溫和的成長 那大家也會有所預期嘛 那 願意工作 願意投資 那現在是零啊 那這個就很麻煩啦 你就會想到說是不是 這個消費跟投資都大幅下滑 那刺激不夠 我認為葉倫去 中國大陸主要就是 要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的經濟 對 因為我認為葉倫一定有 因為他本身是聯損會出來的嘛 所以他一定會看到中國經濟的很多指標 那 當然是葉倫之後 這個通膨零才公布的 可是我認為他一定早就看到別的指標了 那 就是基本上 他就覺得實在是 非常的冷 不尋常 當然是不尋常啊 因為你如果 事實上 通膨是比 通縮 容易解的 你是說現在有 通縮的危險了嗎 我當然還沒有到 所以葉倫想要知道的就是 中國大陸到底要 提出多大的刺激嗎 那策略是什麼 我覺得他想了解這個 就是我們廣義講的叫 資產負債表弱化 就是 所謂的 資產負債表衰退 對 我們 我們也不能說衰退了 因為 現在對中國大陸今年的經濟成長 普遍都還是5%以上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 你看到美國的股市跟中國 那你就說中國經濟不好 那美國最高人家也只有估到1.4 那中國是5%起跳 所以我覺得這種論調 我坦白講這個都是 美國媒體的論調 美國媒體就是 就是基本上都是文宣性質 唱衰中國 唱衰中國之外還在 草利多 就是基本上還是 可能有人在做股票 尤其是華爾街日報 可是他這個就是沒有站在 全球比較的 一個公平基礎上 所以你如果經濟好 那為什麼只有1.4呢 最高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不去解釋呢 那為什麼華爾街日報不去登 非科技股的股票 漲幅多少 然後那個 第一季的財報怎樣 他為什麼不去登這種新消息 所以我覺得坦白說啦這個 媒體看多了 這個美國的媒體 最近兩年的公信率是非常差的 這個 都帶有 這個國家戰略的目的 就是國家宣傳機器 我基本上就認為是CIA的觀點 我一直這樣講 不然你為什麼不能夠公平的去講 不然為什麼中國還是5%呢 不然你就直接講 你認為中國今年 成長可能會衰退到2% 怎麼可能 你就這樣寫嘛 你為什麼不寫 你為什麼不寫 那事實上我昨天還看到有人估計 中國今年的經濟可能會超過6% 就是說你如果一直看到這樣的數據 那你就會跟他目前的經濟的狀況都多不起來 可如果中國的經濟是5%6% 這代表中國的經濟 今年還算是強勁 是這個 解讀嗎 因為大家還是在從 比如剛才訂單 比如說這個需求面的 歐美需求面的衰退 看中國的經濟 似乎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 比如說那個 有人看到第一季 說這個外資 這個減弱 對 外資減弱 我習近平是不是 因為對外企施壓造成了投資 這個就是典型的美國的標題 那你怎麼不去想一想第一季 李強是什麼時候上任 李強才剛上任 那 李強之後開始密集的跟外企作談 然後美國的各大 企業 然後德國 法國 都去中國佈局 那是幾月開始 所以 剛剛才開始還沒有開花結果 本來就是啊大部分都是五月去的啊 所以第一季的投資 金額低並不代表二三四季的 結果他第一季的投資這樣他就立刻 連結到這種標題 習近平對外企施壓是什麼事嗎 你講的是反間諜法 那請問反間諜法是幾月 跟第一季的財報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說 這個叫記者的水平越來越差啦 那對於我們這種記憶力比較好的人 對你記憶力太好 一看就非常糟糕嘛 就是英國關係的這個連結太弱 是啊你去想一想 第二季外資對中國的投資嘛 你為什麼不去看這個數字 就反間諜法實施之後 外資的投資突然增加 最後會變成這個如果他要解釋啦 那到時候他絕對 又把那個反間諜法拿掉 因為他要去解釋為什麼外資投資增加 所以我是覺得 事實上中國大陸各省 現在基本上都在招商嘛 因為他知道 內部的投資不正嘛 那消費也不正 所以政府就出來帶頭啊 那我們廣義的政府當然 如果是中央就是表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財政跟貨幣的措施嘛 那如果地方就是提出什麼樣的招商的 誘因的條件嘛 大概是這一種 那你說他有沒有在作遊啊 比如說葉倫 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個螞蟻金服的監管結束啊 罰款 意思就是 市場罰款對螞蟻金服是好消息了 因為他早就預期了 這件事情 結案 他是怕不確定嘛 不知道還要拖多久 那結案呢他就開始重新營運 未來搞不好還有機會重新上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看到 他當然看到 他想要 降低不確定性 那至少表示說金融科技這一塊 你只要納入監管你還是可以做啦 因為李強自己在博豪論壇講那個四個確定 你自己要先做到 他說中國要成為全球 最大的確定性 我這個印象極深啊 我認為李強 是說話算話的啦 而且我認為他目前做的經濟 也許只有量上的不足啦 那你很難說他方向錯誤啦 他的方向就是 增加民營企業投資的誘因嘛 因為畢竟是浙江出來的 所以 上海 所以我覺得他了解外資跟 本土的那個民營資本的聯動關係啦 我覺得他應該是知道的 你說方向現在是正確的 直立度上面可能還不夠 就是你低估了 民眾的 消極悲觀程度啦 通膜都已經零了你看多消極 會怕 就是會怕啦 所以 就很多東西你 零可晚一點買嘛 比如說房地產 你就晚一點買 因為如果 進入 我們說有類似通縮的現象 那事實上所有東西都會降價 都會跌價 當然啊 所以 就是這個通縮這兩個字現在應該是中國面對的 最大的危機 存在危機 這個也是美國下的標題啦 那通縮的定義至少要兩劑嘛 你是說通膨 通縮啦 就是連續兩劑 都是負的 都是負的 零以下 如果他再往下走 那當然 中國大陸就會緊張 可是我覺得他的政府一定看到了 因為 所以下一劑不會再出現 因為通膨等於零真的是太罕見了 太罕見了 那6月公佈 他是逐月 逐月統計嘛 所以他是每個月都看到的 所以 你說定義是連續兩劑 不是兩個月 連續兩個月 那美國早就是 早就已經通縮了 我就是 美國後來 葉倫不是說我們要放寬標準嗎 對不對 那個 他說 是不是到了2%才算 蓬蓬結束 那個可以再說說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確實中國大陸給人家感覺 復甦力道 除了第1季的那個觀光旅遊之外 那 之後51又有一點 可是還是觀光旅遊 他沒有擴散到其他領域 譬如說 買東西 尤其是我們講的這個 稍微貴一點的東西的購買 比如說 貴的衣服 貴的手機 等等 那最高的當然就房地產 因為如果大家預期 經濟不好 那 價格基本上會跌 尤其是美國這種 CPI跟PPI 那你就會預期說 應該是要跌吧 你就有這種預期 那股市 他就會誇張表現 因為他就想說我賭一個不升息 那不升息就又多出多少資金出來 所以他賭的是資金面 所以不能從股市來看基本面 不能這樣